今天的分享来自于松竹斋 一句话都能说到人心坎里 以下是几句简单却深入人心的引导语 可帮助你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和生活态度 一,面对一个永远不会为你改变 而你又舍不得离开他的人 你就活该什么情绪都自己忍着 有本事你自己走掉啊 二,其实人都是很贱的 爱你宠你的人你不稀罕 对你冷若冰霜的却是穷追不舍 最后搞得遍体鳞伤的还是自己 三,人生最好的状态 是每天醒来,面朝阳光,嘴角上扬 不羡慕谁,不讨好谁,默默努力,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 四,我不善言语,凡事冷漠 不刻意迎合也不取悦谁 性子很傲,慢热但是重感情 我没有很难过,也没有很快乐 五,我以为喜欢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能翻山越岭,上天入地 后来我才明白 其实不是,他连让你开心都做不到 六,永远不要怪别人不帮你 也永远别怪他人不关心你 活在世上,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 痛苦难受,都得自己承受 七,在这个烂情的年代 一声亲爱的,充其量也就是个你好 一句下次请你吃饭顶多算个谢谢 何必太认真 八,被自己辜负的盛情和美意 那些走散的人,那些遥远的往昔 忧伤,欢喜,烙印在心上 是一生抹不去的纪念 九,不惊扰别人的宁静 就是慈悲 不伤害别人的自尊 就是善良 人活着,发自己的光就好 不要吹灭别人的灯 十,不是越来越现实 是越来越喜欢踏实的感觉 所以喜欢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那些有的没的 越来越不在意了 十一,今生只想许你一世欢言 在爱的路口携手同行 陪你一起守候一个人的天荒地老 蝴蝶飞过沧海 也不是传奇 十二,可以深情 可以执着 但要珍惜你的付出 不是付出越多越好 要有自己的原则底线 你要活出你自己的精彩 十三,每一份真挚而美好的友情 都是一节封闭而生动的竹子 因为彼此独立而又关联的情感 构成了丰富多姿的人生 十四,每一个懂事淡定的现在 都有一个很傻很天真的过去 每一个温暖淡然的如今 都有一个悲伤而不安的曾经 十五,每一个平淡的日子都值得尊重 每一个还在身边的人都应该珍惜 愿你眼里有星辰 身边有微风 心中有暖阳 十六,你要明白 在烫手的水还是会凉 在饱满的热情还是会退散 在爱的人还是会离开 所以你要乖 要学会长大 十七,你越是费尽心思地去取悦一个人 那个人就越有可能让你痛彻心扉 七代,是所有心痛的根源 心不动则不痛 十八,努力的意义 不在于一定会让你取得多大的成就 只是让你在平凡的日子里 活得比原来的那个自己更好一点 十九,人生总有几分坎坷 生活总有一些不顺 活在这个世上 有些事只能无奈面对 有时候只好忍住眼泪 二十,人生本来就没有象牵 别人对你付出 是因为别人喜欢 你对别人付出 是因为自己甘愿 情出自愿 事过无悔 二十一 生活就是要贴着自己的性情走 你生性是什么人 就拿什么腔调 别跟人去凑热闹 凑热闹 热闹终归不是你的 二十二 世事漫然自若 随流光搁浅 而心愁又添 历尽万水千山 一经过春华秋时 漠然回首 有泪跌落 却不是凄凉 二十三 虽时光清浅 岁月绵长 但只要心怀感恩与慈悲 相信你所有的苦难 都是虚惊异常 所有美好 都如期如常 二十四 我等你 一直一直等你 我在这里等你 其实只是为了积累足够多的失望 多到能说服自己 戒掉对你的暧昧幻想 二十五 我会披星戴月 不辞万里 抛下世俗的一切 奔向你 你身上干净耀眼的少年气 晴朗了我少女时代所有的欢喜 二十六 我也曾害怕磕磕绊绊绊后 却找不到自己想要的那个人 我好好过 你慢慢来 如果最后是你 晚一点真的没关系 二十七 无论你经历的事是喜是悲 无论你遇见的人是好是坏 他们总能教会你一些事理 然后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二十八 选择和什么样的人交往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们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你对生活的态度 以及看世界的角度 二十九 也许你应该给自己设定一个期限 就算是在想要的东西 只要过了那个期限 你就该对自己说 我再也不稀罕 三十 一生必须尊重三种人 一个是辛辛苦苦把我养大的人 一个是在我跌倒时扶我起来的人 一个是陪我到老的人 三十一 一生中 总有那么一段时间 需要你自己走 自己扛 不要感觉害怕 不要感觉孤单 这只不过是成长的代价 三十二 有目标的人 走得再慢 也是进步 徘徊纠结的人 心里再急 也是徒劳枉然 方向错了 停下来 就是进步 三十三 有时候 我们把签名改得那么频繁 只是想让别人知道你的心情 可是我们却忘了 也许别人根本没有在意你 三十四 有些人 走进你的世界 只是为了给你上一课 上完课 他便离去 你以为我有多坚强 又不比别人多颗心脏 三十五 愿你白天开开心心上班 夜晚安安静静地入梦 做一个简单幸福的人 拥有一颗知足常乐的心 好运马不停蹄 三十六 在这个世间 总有一些无法抵达的地方 无法靠近的人 无法完成的事情 无法占有的感情 无法修复的缺陷 三十七 这世间 总有一个人 让你念念不忘 总有一段情 让你割舍不下 也总有一个地方 让你停下脚步 凝望片刻 三十八 总有一天 你的棱角会被世界磨平 你会拔掉身上的刺 你会学着对讨厌的人微笑 你会变成一个不动声色的人 三十九 总有一些事情 让你在不经意中 就看清一些人 不要以为 你在别人的世界里 有多重要 说不定也只是泛泛之交 四十 别人的同情是怜悯 亲人的眼泪 不能当饭吃 最后还是我们自己 撑起自己的天空 自己的路 就是跪着也要走下去 四十一 等不起的人 就不要等了 你的痴情感动不了一个不爱你的人 伤害你的 不是对方的绝情 而是你心存幻想的坚持 四十二 你磨中榴莲 太雨碎的街 蒙上了思念 还是打湿双肩 断骨的直散 浮龙会一面 屋檐下散开 花是不败的眼 四十三 站在窗前想你 用手写着你的名字 站在雨中想你 让雨水画成你的影子 躺在床上想你 让灵魂出壳 与你相遇 四十四 别像个怨妇一样到处挑刺 不清楚的事情不要评论 与你无关的事情不要抨击 三观正一点 爱你的人才多一点 四十五 别着急 你看这年复一年 春光不必趁早 冬霜不会迟到 过去的都会过去 该来的都在路上 一切都是刚刚好 四十六 不要轻易挥霍一份看似一得的情 不要轻易伤害一颗默默付出的心 人生没有重来 生命无法倒带 且行且珍惜 四十七 对待他人 无论是所爱的人 还是萍水相逢的人 我们需要的 只是同情的理解 只是等待时间 为我们展露真相 四十八 放弃并不是心血来潮 各种失望累积在一起 最终在沉默中爆发 没有声音 没有吵闹 就这么静悄悄地放弃了 四十九 放弃一个深爱着的人 是什么感觉 就像是一把 大火烧了你住了很久的房子 你明知道那是你家 但再也回不去了 五十 即使你不相信前世和来生 也不相信轮回在世 死去的人 仍然能够以另一种形式活着 他们活在别人的回忆里 五十一 没有人会关心 你付出过多少努力 撑得累不累 摔得痛不痛 他们只会看你最后站在什么位置 然后羡慕或鄙夷 五十二 你的人生不会辜负你的 所有那些转错的弯 那些流下的泪水 那些滴下的汗水 全都让你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